日前在乌统哥除最高理事职之后 巴西沙勒国会议员拿督斯里达祖丁大爆料 还抖出党主席拿督斯里阿姆扎西 曾指示党内国会议员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共争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出任首相 不过乌统哥底里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努亚穆沙 今天就否认他自己涉及其中 强调有史至终都没有人要求他签署所谓的法定声明 刚刚被革除乌统最高理事职的巴西沙勒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达祖丁日前大爆料 声称党主席拿督斯里阿姆扎西 曾指示党内国会议员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当首相 他起初不愿意签署 但后来还是被逼签字 乌统萧山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纳兹里之后也执任 却有此事他本身也签字了 还说这么做是为了拯救乌统 避免走上解散的命运 今天出席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主题及标志推介里的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莎 也被媒体追问是否知道法定声明的存在时表明 从来没有人要求他签署任何法定声明 他也从未参与支持安华任相的任何计划 刚刚受委抗通货膨胀特工队主席的安努亚穆莎也表示 政府和在野党壁垒分明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 各政党应该秉持共存协商原则 确保政治稳定保障人民的福祉 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庆月 安努亚穆莎鼓励国人以创新方式庆祝国庆日 充分体现今年的主题 大马一家坚定同在的精神 通讯部也宣布 今年国庆将举办三项主要活动 包括7月30号在部城举行国庆月和挥舞辉煌条文活动 8月31号国庆日当天在吉隆坡莫迪卡广场举行国庆日庆典 以及9月16号在马六甲举行马来西亚日庆典 此外从这个月30号到9月16号期间 全国各地也将举办多项灌输爱国精神的活动和比赛 首炮就是7月30号举行的2022年大马一家接力赛 首相杜斯里伊斯曼·沙比里将会亲自出席主持开跑仪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